张廷玉 现在 传令狼潭 敬驻八大山庄 狼潭应该是雍正王朝里 最神秘的一支特种部队 是听从康熙的命令 神龙见首不见尾 在整部剧中 康熙也只是在热河事件中用过一次 之后再也没有动用过这支神秘部队 而在很多人的认知中 后面在最危险的八王义正时候 雍正有很大可能会 动用这支所谓的狼潭部队 但很可惜 雍正没有这样做 所以下意识地认为 康熙并没有将这支神秘兵马 传给自己的儿子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在解释这个问题之前 小剧还是要跟大家先讲解一下 这支所谓神秘狼潭部队的来历 以及这支兵马出现的背景 康熙唯一一次动用狼潭 是在热河事变的时候 刑部冤案和热河狩猎 让作为一项受到康熙喜爱的太子一人 遭到了人生第一次的滑铁炉 刑部冤案印仁受到老八陷害 因此借着查刑不冤案的机会 假装康熙的胜责 从太子府的署官萧国兴那里 骗来了太子印仁的罪证 让太子在康熙的心中声望大姐 所以木兰秋为让本该属于他的太子如意 被康熙送给了小孙子弘历 这也算是康熙给印仁的一个警告 或者说是太子被废的一个前兆 后面印仁跟康熙的妃子郑春华撕毁 又被康熙给抓了个正着 塔外给印仁望风的太监 虽然被土里城给解决 但他故意大声给康熙请安的声音 也被里面的郑春华和太子印仁听到 独裁不知道是皇人家的 请皇人数岁啊 随即屋内也是快速熄灭了灯火 这时的康熙也陷入了两难之中 如果直接进去 那就意味着太子跟郑春华的丑闻曝光 到时候不仅郑春华会被熟知 在那些心怀叵测想要夺敌的儿子面前 康熙就算是想要保住印仁 恐怕都无法找到一个合适的理由 而张婷玉烧毁奏着为太子所做的努力也会白费 让一切重新回到原点 康熙内心正在纠结的时候 屋内一首名歌传了出来 阿玛阿玛月光光 阿尔阿尔在梦乡 阿玛阿玛月光光 阿尔阿尔在梦乡 东照流水西照河 莫经梦中小儿老 前面的三句看字没意思就没有什么可解读的 只是在描述一个座母亲的轰着自己怀中的孩子睡觉 这没有什么可以研究的 但最后一句就不一样了 莫经梦中小儿老 很显然这里面说的小儿老 郑春华另有所知 说的就是屋内的太子印仁 郑春华这是用歌声告诉康熙 这件事情还是不要放到里面上 康熙正是听懂了这首歌里面的含义 权衡了利弊之后 转身带领土里称两人离去 但康熙怎么都没有想到 自己的一念之人竟差点为自己招来大祸 康熙从太子那里回到热和行宫之内 想着刚才自己头上青青草原的经历 只是印证了那句 人一时越想越气 退一步越想越亏 李德权看到康熙发怒也不敢怠慢 画面一转 印仁也知道自己跟郑春华私会的事情被康熙发现 明白自己太子只为被非就在眼前 于是来到四爷这边托付后事 想让四爷替他照顾家人 另一边太子印仁快要被非这个信号 也传到了老十四的耳朵里 老十四利用这个机会 也是用上了自己高超的模仿技术 仿造了一份关于太子印仁的手艺 从热和之外调来了两千精兵包围了热和 老大印之也是及时的 将那道关于太子调兵的手艺交给了康熙 把这些事情连在一起 这场名普率兵两千包围热和行动 在康熙看来 就成了太子挺而走险 为了保住太子之位互助一致 后续还不知道会不会有后连兵马 正是在这种十分危险的情况下 康熙向张婷玉下达了调动狼潭的命令 在狼潭部队的横扫下 领补的两千兵马被轻松拿下 车叶未归的太子印仁和老十三也被抓了回来 狼潭这支部队的战斗力是毋庸置疑的 但同时也回到了最初的那个问题 既然狼潭战斗力卓著 在四爷印针继位之后 无论是刷新立志还是改革出兵 都需要这样一支特种部队的支持 为何康熙没有传给印针 甚至在整部剧中用了一次就再也不用了 竟跟这支部队的真正来历有关 狼潭部队作为雍正王朝里 最神秘的部队 虽然在剧中只存在于康熙的口中 甚至出场的时间也是有限 并没有太多的描述 但实际上在小说中 对于狼潭这个部队还是有着提及的 狼潭的兵就主在黑山 三万铁骑血液前来勤王 狼潭是个老侍卫了 来了也不必见证 先护住八大山庄再说 这里小剧捕捉到了三个关键信息 狼潭部队是以一个人的名字而命名 狼潭是一个老侍卫 部队共有三万人 驻地在黑山 一热和特别近 这里小剧先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老侍卫 康熙八岁登基成为皇帝 但并没有亲政的能力 顺制在驾崩之前给他留下了四位辅政大臣 分别是索尼 敖拜 格比隆以及苏克萨哈 一切政务都是由他们死人打理 随着时间的流逝 敖拜也在不断收缴四位辅政大臣的权力 就算是康熙已经大婚 依然没有想要让他亲政的打算 敖拜还不断扩张自己的势力 这也让康熙感受到了威胁 为了能够除掉敖拜 康熙秘密地培养了一批侍卫 这些人都是他亲信中的亲信 魏东廷就是其中之一 曾跟随康熙一起擒拿过敖拜 剧中的热和事变事发生在康熙49年 也就是说此时的康熙已经是57岁的高龄 朗坦能被康熙称之为老侍卫 那就证明他跟魏东廷是一个时期的 应该就是当年跟随康熙 秦或敖拜的侍卫之一 这样也就可以理解 为何这支部队会以朗坦的名字而名誉 说完了朗坦的身份 我们再接着分析这支部队驻扎的位置 北山在哪 是一个离热和行宫特别近的地方 上一期小剧已经给大家说过 康熙建伪场和热和行宫的目的 就是让贵父的蒙古各部可以随时觐见 很显然 这支狼潭部队的存在 就是康熙用来震慑这些蒙古猪王的 也是保护康熙在热和安全的神秘部队 并不能改变他的部防 这一次老十四伪造太子手艺调兵 恰好发生在了热和 在狼潭的管辖范围之内 而在京城康熙除了有九门兵马外 京郊之外还有西山瑞剑营和丰台大营在古魏京市 除非是有必要 康熙根本不会调动狼潭 这也是为何这支神秘部队 康熙用了一次就再也不用的原因 雍正从康熙手中接过了大清 自然也就接过了狼潭 只不过他发王义正不动用的原因 差不多也跟康熙是同样一种情况 毕竟原水解不了境 那么太子被备之后皇子们之间又发生了生命